恩典365 祝福你今天一整天 我在从神而来的平安里面 平安是一件很宝贝的事 如果你拥有所有的你想要的东西 独独失去平安 你想想那个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都有 就是心中七上八下 即便最好都在你手上 你大概都很难享用 因为就是不平安 可是圣经上说 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 祝福你今天 不管发生什么事 心中是笃定的 是有平安的 上帝与你同在 我们还是要从波阿斯身上 看到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榜样 我读一段经文给你听 当路德愿意去投靠波阿斯 尾声给波阿斯的时候 波阿斯很感动说 这么多年轻人 有钱有钱 你没有跟 你愿意来跟我 我很愿意上去祝福你 可是他说 我实在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 我应该照着以色列人 他们的那个属于原则 他应该接纳他 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 他说你今夜住在这里 明天早上如果他若肯 为你尽亲属的本分 就由他 他若不肯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事 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你只管躺到天亮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波阿斯要做一件对的事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是对事是好的事 就乱套 哇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我了 我就跳出去 他尊重属灵的原则 那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 在格林多 在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里 讲到说 凡事总要规规矩矩 照着次序行 次序 在西方的整个文化里 有一句话我觉得真好 神就是次序 神做事是有次序的 神从来不背乎他自己 他定规了 他不会自己乱套 他不会自己犯规 规定是他定的 所以他做事一定 照着那个次序而行 这就是蒙福 这就是蒙福 不论在职场 不论在婚姻家庭 不论在我们的侍奉 在各个不同的层面 我求主帮助我们 不论你做的事情多好 多重要 多棒 要记得要在属灵的次序里面 好事如果不在次序里 也失去祝福 波阿斯他愿意做一件好事 一件美事 但是当他走在上帝的次序里的时候 就蒙福 走出上帝的次序 你知道有的时候 常常很多时候 我们落到一个光景里面 知道这件事有好事 冲出去就做了 我就跑到上帝的前面去 波阿斯布 他的头脑非常的冷静 路德来投靠他 他知道 这个女人现在需要 我愿意 他有需要 我也愿意帮助他 然而 我仍然降服在神的次序之下 愿主今天向你的心说话 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些感动 我相信我们永生间有一些人 上帝很特别的把你带到这样的信息的面前 你也正在面对生命中间很重要的抉择 我求主对你的心说话 不是只是看这件事情 对或错 好或不好 有没有感动 愿不愿意 更重要的是看 上帝属灵的次序 活在属灵的次序里 你就进到上帝荣耀的祝福里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我求你自己施恩 帮助我们愿意降服 不是一股热情 而是降服在你做事的次序里 因为神 你是有次序的神 愿意向我们的心说话 God is order 神就是次序 我们听见你向我们的心所说的话 愿意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相信 今天主有话给你 接下来是你的决定 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 你就蒙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